那么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我们 模板语言的这四个点 第一个模板变量 模板变量这一块 你要掌握的是 你只要知道 在使用模板变量的时候 这个点前面的可能是字典 可能是对象 还可能是一个列表 就是你不管使用字典的 键的值还是对象的属性 或者是对象的方法 还是列表的元素 通通都是通过点来使用的 OK 这一步 那么 模板标签的话 我们说可以利用模板标签 去实现一些代码段 这里面我们给大家讲了 一个for loop.counter 就是在方循环里面 使用的一个模板变量 获取方循环变量到了第几次 然后这个条件判断的话 你要注意的就是 比较操作符的两边 必须有空格 那么再往下 就是我们这个模板的过滤器 过滤器的话 它就是用于对模板变量 进行一个操作 进行一个操作 那么它的使用格式 就是模板变量 竖线 过滤器 如果后面需要传参数的话 冒号后面跟上一个参数 那么然后 当我们你发现 你需要对一个模板变量 进行操作 但是内置的过滤器 它又没有的时候 不满足你的需求 你就可以考虑自己 去定义过滤器 那么自己定义过滤器的话 其实在这边 就是在这里面 在你的应用下面 新建一个 template tags的文件夹 我说这个文件夹的名字是固定的 然后在它里面建完之后 再新建一个PBI文件 这个文件的名字 你自己起 没有问题 那么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 你就可以去自己 去定义这个过滤器的函数 过滤器的本质 就是Python函数 只不过你在定义之前 你需要去 从template模块里面 导入这个library 然后创建一个library的对象 在你定义完这个函数之后 你需要去使用这个 regest.filter 这个regest对象的filter方法 去装饰一下 你写的这个函数 它才能作为一个过滤器呢 来使用 来使用 自定义过滤器的时候 这个重要的点 就是自定义过滤器的函数 至少有一个参数 最多有两 那么你定义完之后 你怎么在某本文件里面使用 使用之前 你在哪个文件里面去使用 你首先需要先去使用这个 load标签 去把你过滤器里面的内容 把它加载过来 好 加载过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呢 像内置的过滤器一样 来使用 你自己定义的过滤器 过滤器 OK 那么 然后再往下 某本的一个注释 单行和多行 单行和多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